为了让孩童认识警察的工作 着西乡古风国小的老师 特别带领了学生 前往玉礼分局 轮天派出所进行参观 由哥哥姐姐们的警察朋友们 来进行交通安全 和介绍警用设备的内容 也让小朋友们穿上反光背心 手拿着指挥棒 来体验指挥的方式 让小朋友们是兴奋不已 为了让孩童认识警察工作 着西乡古风国小老师 带着学生大约有六名 一同参访玉礼分局轮天派出所 有警察哥哥姐姐们 宣导交通安全 以及介绍警用装备 也让小朋友们穿上防光背心 让手拿着指挥棒体验指挥方式 小朋友们兴奋不已 带着眼睛 他只会给肚拉拉的 他只会失去他的控制 如果他在继续有爆炸的时候 你就碰到眼睛 他就比较缩练 这个叫辣椒水 所长也借着机会向学生 师生宣导交通 遭遇困难 可向警察哥哥姐姐求助等内容 也特别叮咛孩童放学或是外出时 应该结伴同行 避免行走光线阴暗处所 也随身携带哨子 遇到危险时 可以大力吹哨保护自己 并且向邻居的派出所或是店家求助 避免遭受危险 派出所呼吁 配合侠内学校参访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有机会接近警察 让小朋友们不要惧怕警察 遇到危险 要勇敢向警察叔叔阿姨求救 别因为害怕警察的刻板观念 让自己深陷危险 记者高双双 卓西香菜邦报道